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丽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为回馈给予支持与关注我的YouTube朋友们 私凡烹饪中国舌尖上的美食饺子混沌的方法 由于内容特别长,只好分开两集 希望大家能看明白,都能吃到中国的美食佳肴 我已经用图片说明了鹿肉,猪肉,牛肉,羊肉等 请记住馅料里最好放花生油,蚝油,盐,胡椒粉 烹饪料酒,一点点糖提前,一个鸡蛋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为了节约时间,刚才这个鹿肉馅已经放好了 现在释放的是,圆葱 我这是为了让大家吃到 我就特意做一下,是不是鹿肉 猪肉,猪肉,牛肉,都可以这么做 都可以这么做 里边要放盐 烹饪料酒 花生油 胡椒粉 调味料蒜 然后这里放盐葱 一定要放一个鸡蛋 鸡蛋是必须要放的 各种肉类的 缺少水分 你放了鸡蛋联合作用很好 就不用放水了 这样的话呢 吃起来口感也好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正要的看水包 一定要放 保育 一样的要求 这样的话 提前去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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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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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在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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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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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放得多 就是放 總是放多 習慣了吃大蝦 阿拉斯加這一點好 印尼四季的野生鹿肉吃不完 好多人吃熊肉 我們家不吃熊 特意來吃 媽媽最喜歡吃我包的特種餡 春卷餃子餛飩 沒有他媽不愛吃大包子 有機會歡迎大家來品嘗圍觀 我們這個一年四季點鹿肉 都吃不完 一到九這個月馬上還有幾天來開始 政府允許打肉 15天或者是20天 然後一年都吃不完 野生小鮪魚 多簡單 算點餡又包一些小餃子 因為我先生他朋友和我先生 最愛吃這個鹿肉餃子 鹿肉裡面還可以放牛肉 也可以放豬肉 我今天就是這裡純鹿肉和原蔥 全部完畢 小餃子平常還剩幾個了 都是店裡會賣的 這個是店裡賣的 完畢 等一下這一鍋 大家可以放 OK了 OK了 疫情期間不能出去上飯店 在家裡學做中國理事 我現在也不是給你們試驗 各種各樣 甚至包這個很簡單 就是餡放在這裡之後 這麼 先這麼一盒 合上之後這樣 一二三 這邊就可以了 一二三 這個小餅就成功了 很簡單 我是放水 飯店裡面都是放雞蛋液 因為個人家包的少 他也不會壞 就不會壞 再裝好下之後 先這麼合上它 然後一二三 一二三 這就成功了 再給它 毛固一下就可以了 餃子是特別好吃的 水煮也可以 喝一點水接也可以 特別快 跟煎熟一點 煎鴕子都是一樣的 全都喜歡 不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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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餛飩 特別簡單 這個就是特別美食 好吃 這麼一樣 這個手 按一下 最簡單 這麼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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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放一點水 放一點水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好 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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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简单 这么一放 这么一盖 一面 这个尺头就这样 就成功了 其实速冻完事结束 开始装大耳朵 自己弄多看一看 这是搅的 这个放在冰箱里头也好 放冰箱里也好 放一个月两个月都没问题 因为你买的速冻的东西 你根本都不知道它是多长时间 是自己包的 自己知道是最干净的馄饨 吃的食物特别的香 健康 早上放两个鸡蛋 放一点水里边 放几个馄饨 放点西红柿 放点小青菜 这是最棒最棒的 这是最棒最棒的 永远餐 OK 锁煎都可以 放 我们开始点火煎 煎盒子 不要等到过热 这个油不要倒多 倒一点点就可以 就是 让它点一下 它不错 就是 它就像是 一样 就是 它就像是 在冰箱里面 冰箱里面 它就像是 在冰箱里面 冰箱里面 切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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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肉类我这是放150以下的水 如果蔬菜之类的100左右就可以 肉类的要保持10分钟左右 盖上盖子就OK 等它开的时候小火就OK 好了OK了 没有汤了 两边都是黄黄的 酥包 我还是在那边 我真的不用口血了 切開一半 大肉 切一半 多吧 非常好 非常好 OK 下面的圖片有喜歡包包的朋友們 我給你推薦一個品牌 在全球最受歡迎的包包款式 時尚系列產品 請查看圖片上的大康 謝謝大家 喜歡我的視頻的朋友們 請給予支持 點贊 訂閱 轉發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大家坐這裡 現在它可以很寫 舉太太 抵抗 趌 parks